他竟然没有个人财产 这个我有点不懂 他是不是没有懂 他个人财产是什么意思 表示说连自己的账户 名下有没有钱 他都不知道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他应该就没有 他的名下这件事 他说的是 他的钱全在杨子那儿 密码全是杨子在保管 杨子拿他们俩的钱 都放在了收藏品上面 我实在无法想象 黄生怡这17年怎么过来的 就可能是不是买任何东西 他都需要找杨子 杨子不是说给过 黄生怡收购很多东西吗 我这样想过来 也许也是用黄生怡 自己的钱买的 有 有可能 是吧 你完全不知道 自己赚了多少 我的财产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我有我的户头 然后我有我的收入 跟我知道我自己的密码 但是我不一定知道 先生的银行密码 你会知道吗 知道 当然了 我们的钱全在我手上 我们也是 是的 可以知道对方的 对 你去学他们两个 把老公的钱拿到手 好 那我这次回去问清楚 下次回来跟大家讲 黄生怡这个决定 我认为这个改变太过轻易了 就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你好歹看到他做了什么 你再改变 他只是说说 你就感动了 真的太好骗了 至少看到对方把钱全转到你名下 把密码再全告诉你再说 不能够就直接就 这样子就改变了 他们俩说话的所有的瞬间 我都感受不到 他们之间有感情 对 感受不到 和爱 没有 这是员工和老板 对 杨子说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黄生怡的经纪人在说 我给他制定的小目标 怎么怎么实现了 黄生怡也说 如果遇到困难 我去找他 对 这都感觉没有在说 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然后杨子甚至觉得黄生怡如果消失的话 就应该带着孩子一起消失 好可怕 崩溃了我的 这就很小 如果这样子的话 相当于是黄生怡带着孩子 近身出乎 不是 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 当成他要顾虑的事情 因为他一直以来 都是黄生怡和孩子在一起生活 对 他根本没有孩子是一个 我现在要处理的事情的概念 所以震惊的就是 这些我们都听见了 可是圣一只听见最后 他说我会信任他 对啊 我觉得杨子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这个对于他的太太 是如此地不公平 如果圣一突然消失了 孩子会特别地痛苦 或怎么样子 就他没有任何那种 欠揪他带孩子 然后在他眼里 如果圣一离开了 可能身边怎么影响 只有说 好像我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孩子还能更好 我觉得那种残酷心 让我有点吃惊 他给我感觉 他也不在乎他的小孩 他完全不哭 完全不哭的 不在义 对啊 不在乎 我们每一季我们有看过 有夫妻里头有孩子的 不管夫妻怎么吵 或怎么样 至少对孩子里头 你会看到有不舍 有我要连线跟孩子 爸爸出来这么久了 妈妈出来这么久了 就算两个人吵翻了 也会我们一起拍一段 给孩子看一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这个概念 他不存在这个概念 事实上我猜 如果张权玲老师不提 他都不知道还有孩子 忘记了 是不是 对 他根本就忘了 他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他上车打的电话 也不会有任何移通电话 跟孩子有关 有可能的 对 而且要好不容易 要让他肯定一下圣衣 你看要问那么多次 要一直抽丝剥茧地问他说 那他的价值呢 那你是不是用他的账号 那他就有价值啊 他最后才好不容易 说出了一点点 但他又否定了他 因为他在语言体系里头 也只有商业价值 是他熟悉的 甚至商业价值 他一开始都是否定的 是在张权玲老师 反复地我们都是生意人 对吧 你想想看 如果平台要求 黄生怡必须出现 否则就分号 就说明你之所以 能在这个平台上播的基础 就是黄生怡的存在 你连这都要否定掉 而且你在回顾之前 黄生怡模仿杨子的 那一段对话 他说你别走 你别走 你留着 等一下好多朋友要来 为什么要他别走 就是因为只有他在 那群人来谈才谈得下去 然后结果你现在 要否认他的价值 你认为是只有你在就能谈 那你为什么要他不要走 就是因为他有价值 他光坐在这边 不用讲话就有价值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 他价值比你高 因为他如果不坐在这里 你都找不到那群人过来 那群人就不会坐来 跟你讲话 我觉得杨子有本事就换个号播 对 对啊 我觉得看完以后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就是为这段婚姻 而有一点点的悲伤 这个悲伤的感觉是 我觉得可能杨子也好 还是黄生怡也好 就都不知道什么是婚姻 而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是因为互相两个人在一起 有一种别人而替代不了的情感 和情绪的价值 和快乐和开心 才会有的 那个才是本质 因为有了这个家庭的幸福 所以结晶是小孩 但是我好像在他们的聊天过程中间 从来没有听到过 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事情 我听到的都是越做越大 越来越强 就是都是跟爱情 婚姻 好像本质毫无关系的事情 也没有听到亲情 对 但最后可能回归到了 一个东西的信任 对吧 所以我觉得好像 就是在聊一个商业生意 是的 而且我觉得黄生怡可能是因为 他应该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跟杨子在一起了 黄生怡一直都是依靠着 杨子在处理事情 在接工作 在生活 杨子给我一种感觉是通过在 PVA黄生怡 来控制黄生怡 就是你不行 你没有能力 你做不好的 你没有价值 全都是我给的 他是通过这些在控制黄生怡 然后黄生怡那么多年 他可能妈妈妈妈妈 就是他反正 他给我的目标都能实现 我也没有缺过东西 那可能就杨子说的东西 可能就是对的 但我觉得杨子和黄生怡 是典型的PVA 这真的PVA 他真的被洗脑洗得好清楚 而且他甚至没有意识到 没有个人财产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严重的 因为你会丧失在婚姻里的 所有的主动权 那是基础 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PVA有个特征 就是被PVA的人 是不觉得自己PVA的 会变成一个自我怀疑的过程 在刚才里头 他们有一段非常典型的对话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在问黄生怡 你的伴侣对你而言 最重要的是什么 叫做给我目标 就是你知道人很有趣 你如果没有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 那别人对你的最大价值 就是告诉你你要什么 你懂吗 就是我怎么会叫做我的人生目标 没有他 我就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非要有他 我才有目标 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件事情 黄生怡他有一个很典型的情况 他刚刚也是 想不出我要告诉对方什么话 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目标 任何你在想法当中 缺位的那一块 绝对就会有人插着手过来 帮你填补这一块 你不知道是不是 来我告诉你 你应该要这个 你应该追求那个 然后他就很自然地 就会成为你的导师跟领导者 虽然我们用PUA这个词 可是我认为这是一半一半的责任 不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的点是在于 我觉得杨子利用了年龄差 当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是容易寻找导师的 那当一个年龄大的时候 他又比你更有经验 他非常容易来抓取这个 由于年龄所带来的高度 我会觉得黄生怡需要承担 自己过去三十年 没有好好成长的一个过程 主要是他这个行为 不是一方能够造就的 需要两方的配合 就是我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我在这么多集 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黄生怡 他把他几乎大量的能量 都用在了接受这个状况 忍受这个状况 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 习惯这个状况 我以前也常常讲过 人的能量基本上是固定的 你不用来改变问题 你就用来接受这个问题 黄老师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黄生怡 跟杨子在认识的时候太早了 就是他年纪很小 年纪很小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价值观形成的 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而杨子其实是参与了 他的价值观的建筑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长期又是因为 工作的关系也好 什么关系也好 所以他又建造了一个 他的人生价值观的 反馈体系 所以他会告诉他说 这个东西是对 这个东西是不对 然后他身边的那个圈子 其实也很小 而且全是杨子选择的人 给他建立一个 储门的世界 他没有逃出去的可能性 所以他的反馈体系 也就变得不一样了 让他知道说 这个是对 所以这样的话 慢慢建立起来 他完全是不自知的 是 我说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 黄珊姨像一只金丝雀 就养在一个非常好的 笼子里的金丝雀 然后当他有一天 有机会参加姐姐 偶尔离开一下这个笼子 他觉得外面竟然是这样的 别的鸟竟然不用活在笼子里 我觉得PUA就一定会让你处在 某个阶段的舒服状态 如果你从一开始PUA 你就让你不舒服 你是不可能这么容易地接受的 我为什么听到黄珊姨说 他没有个人财产 我其实特别地吃惊 他连这个概念都不知道 就说明他已经在身边 形成了一个让他 能够非常舒服地 能自由地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以至于他不再需要 所有个人的这个财产 黄珊姨有一个表情 非常非常地正实 我让我查能查得到吧 就是那个是非常真实的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就是如果真的有女性 比如说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喜欢听另一半的目标 分配等等的不用管 可是她可能到了四十岁了 她有她的想法了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让我能够在这一个部分 独立起来吗 比如说像圣衣好了 她醒了 可是杨子哥还是继续用 一样的模式在对待 那个二十岁的我 我醒了 她没醒 对 我觉得她也没醒 所有人的觉醒 都要了解一件事 不是我要离开 而是我要付代价 对 如果我要离开的前提是 我不能付出太大的代价 我要离开 你就会发觉这个行动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是就继续思考 思考 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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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真正的觉醒 都是对于代价的觉醒 而不是对于目标的觉醒 我想要发财 这是我的目标 可是这根本就不叫觉醒 我想要发财 我要付出什么 我有这个代价的觉醒 才叫真正的觉醒 对 对于目标的觉醒 不叫觉醒 你做每一个决定 你其实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独立是有代价的 没有代价 可能未来代价更大 是